服償後機票普遍比疫情之前貴 尤其在旺季 有旅行社說不少人一去就去一點 深度遊的需求比以往更高 而旅遊、郵輪、旅遊產品 船程包食包住 也有海外上岸的行程 更加有競爭優勢 逆合外遊機票佔了不少預算 我想都貴了十幾二十 不止,如果是聖誕節有些貴成倍 就像日本貴成倍 都合理,因為始終復甦 多了人去,價錢貴 航空運力雖然逐步回復 但機票的價格仍然居高不下 尤其是在旺季 以來年農曆新年為例 去日韓、東南亞多地 機票現在已經賣到近一萬元 過往我可能去一個地方 是五天左右 這次我去可能會選擇七天八天多幾天 機票不會那麼貴 就去多兩天 在我們旅行社的安排上 我會策動更加多一些深度遊 例如巴西加連華 一年一度 旅行社說旅客的選擇明顯改變了 產品亦比以往更多元化 而只是佔本地外遊產品單位數百分比的 一輛郵輪旅遊有更大的發展潛力 其中乘船可以直接由香港來往目的地 省回航空運輸花費 過程中的餐飲、娛樂 不少都不用另外付錢 由於旅行社可以承包整輛 在博利多銷下 旺季去日本的郵輪行程 大約七千五百元起 維持在疫情前的水平 郵輪公司選擇香港 是他們一直都是首選的 因為香港這個地理環節很優遠 香港雖然七百多萬人口 但大灣區那裡是超過十倍人口 再更加北上 這個這麼龐大的人口 而他們坐郵輪的市場 沒有歐美那麼成熟 這個市場是他們最看好的 譬如我們作為最大的 郵輪公司合作夥伴 我們主動一點跟他們 加進來 他們都有這麼大的機構 跟他們做一個主導 我們自然就會更加遊客 會帶上船上 遊客多了 如果城市的機會高 更加多的郵輪公司會喜歡來這裡 暫時只有一艘郵輪 世界明星一號以香港作為武港 明年會多一艘海洋光譜號 業界也希望當局一起積極向各家郵輪公司招手合作 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